A B C A B 有一次是我想2009 三年前 我正常是 我正常錄了一首歌 一首歌呢 那首歌的名字叫 I Quit 即是 基本上翻譯 即是說 我不生氣了 那這首歌的靈感在哪裏呢 就是因為我 當時我的情緒很不穩 而且是很不開心 即是 或者會覺得 哇 辛苦了這麼多年 唉 有起 但是現在又搞成這樣 即是又頂不掉 即是 是不是很成功又不是 但是可不可以 想不想去正式找份工作 又不想 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總之很煩很煩 而且反而我想我的那個 Frustration呢 都不只是對於Hip-Hop 是對於樂壇 即是因為 有一件事我經常跟人說的 就是Hip-Hop文化和樂壇 是兩件事來的 那 即是你看Hip-Hop 又有多少rapper 又賣多少百萬個碟 又賺多少錢 又賺多少錢 是 是 是 這些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說到尾 你呢 唱片公司 始終都是唱片公司 我不是說所有唱片公司 就是我講到外國那邊 因為我沒有講香港 不過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不是說各家間都是 不過去到某一個程度 他們是 都會是擺回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 他們會擺今次 第一 Hip-Hop文化 或者你透過Hip-Hop 帶些什麼 信息出來 什麼什麼 是不重要的他們 你怎樣影響社會 什麼什麼 這些都是不重要的 廣東美都是 你做這件事 對公司有沒有利益 我們賺不賺到的 但是我又不是 知道這件事 我又不是說 有沒有搞錯 唱片公司 為什麼你會這樣 廣東美是唱片公司 他們是賠生意的 他們不是應該有這樣的想法 我當時就是 那個frustration就是 唉 這樣又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You know what? I quit 我錄了一首歌 叫做I quit 那首歌的內容就是 其實說回我剛才所說的 所有的事情 只不過是在歌詞上 這樣說 不過都是 我都不是說 怎樣說 吻得來 但是那時候 或者是有一點好像是 都發誓到 用這首歌 但我猜不到的就是 我放這首歌出去的時候 我都是放上網的 每個人呢 就當了真正是 哇 阿春真是 退出樂壇 退出歌門 不再rap 那 我給了一個驚喜 就是我猜不到會有這麼多人的反應 就是我反而覺得 喂 我說不以後都不rap 我不混 就是頂洞 或者我自己的粉絲會給我反應 但不是 當時呢 是直接 很多媒體 和 那些上網的網站 或者有hip hop的網站 或者某些雜誌 都聯絡我 然後說 喂 是不是真的 退出江湖 是不是真的不做 為什麼 我都 有做幾個的 因為我都不想別人覺得 我是用那樣東西 好像想 博出位 或者想引人注意 因為其實真的不是的 因為我 經常覺得音樂就是 就是我啦 我這麼喜歡hip hop 就是因為我可以用它來 發洩 還有可以用它來表達 有某些東西想表達 不做 DANIEL WU 為了有氣怕的 記住找到啊 劇集 氣 廣告 電視 電話 底褲 你在做什麼 開心 我這個